一开始我们来看到这一场金控圈的三角链 这一档八点档呢 昨天台新才喊话金管会不该核准中信金的公开收购案 那么在今天啊 中信金也开了最新的法说会 喊话他们合法合规不是突袭 现场最新连线记者雅珍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记者仍是在中信大楼 现场正在举行中信金的公开法说会 而这也是他们向金管局正式递建后第一次的公开会议 我们来听听现场的最新情形 中国信托依照主管机关所制定公开收购的程序 合法合规的进行 我们并不是突袭 中国信托金控应该是星光金控40万股东的最佳选择 各方面军居领先的地位 相信主管机关一定也会和平 公平的审核 如果能够由一家以上的金融机构 依相关的规定在市场机制下 进行公平的竞争 保障星光金股东的权益 即允许许多家竞争者参与公开收购 并不会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 好的其实这一次中信金 是将举行这个非合议公开收购 不过这个金额应该是预计 约是360亿的现金加换股 总共是1314亿 打算来收购目标是新光金的50亿股权 接下来就看金管会何时核准 或是金管会如何看待这次的地界 依相这些现场最新让我们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谢谢大家